1976年1月8日 为新中国付出毕生精力和心血的周总理 带着不设离开了祖国和人民 周总理逝世的恶号传出后举国哀痛 1月15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人们带着悲痛前来送周总理最后一程 83岁高龄的宋庆龄在人员的搀扶下来到了大会堂 原本沉浸在悲痛之中的宋庆龄 却因为一句话突然生气 并愤怒地说道我辞职不干了 之后便愤然离开了现场 到底是什么话令意向温文尔雅的宋庆龄如此愤怒 他与周总理的真实关系到底如何 宋庆龄一生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 力求每件事都做到尽善尽美 在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 虽然有人出于各种目的编造了他的谣言 但宋庆龄一直都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这次在周总理悼念会上突然发火 也算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1月15日周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整个大厅都十分肃穆庄严 众人都眼含泪水地来与总理做最后的告别 当时83岁高龄的宋庆龄 在身体虚弱的情况下坚持来送周总理 然而他刚刚抵达现场 就遭受到了一些人的攻击 甚至说他是总理帮 宋庆龄正在为好友的离去感到非常伤心 听到有人恶意诽谤之后非常生气 随后表示我辞职不干了 反正我年纪大了该回家养老了 说完后宋庆龄一气之下离开了 很快就坐飞机回上海了 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 宋庆龄能够不顾争议支持周总理 也显示了两个人的真实关系 周总理与宋庆龄相识于20年代 1913年宋庆龄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并在10月份结为夫妻 从此之后宋庆龄成了孙中山的妻子和革命战友 1924年周总理留学归来 成为了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 期间他结识了宋庆龄 并逐渐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周总理特地邀请宋庆龄来校讲学 对学校师生进行革命教育 宋庆龄的讲话给周总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年轻能干的周总理也得到了宋庆龄的欣赏 1925年孙中山先生离开了人世 宋庆龄内心悲痛万分 但他始终坚持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志 在当时那样艰难的环境下 宋庆龄一个女子面临的处境可想而知 1926年蒋介石成立了国民政府 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谷 但宋庆龄仍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 周总理作为我党主要负责人 一直在上海进行艰难的工作 期间宋庆龄对他表示了大力支持 还冒着危险将一批秘密文件藏在自己住处 避免了国民党的疯狂搜查 发生西安事变之后 宋庆龄对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非常赞同 他也非常钦佩周总理的勇气和魄力 宋庆龄因为是孙中山先生的遗孀 所以在国民党内部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力 因此他主动担任起了两党之间的联系人 为何凭解决事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 中央派周总理与蒋介石共商谈判事宜 途经上海时 周总理还特意询问了宋庆龄的意见 宋庆龄明确地表示 自己十分支持国共一同抗日 经过宋庆龄和各方的共同努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宋户会战爆发之后 周总理十分担心宋庆龄的安全 但他却表示自己要与士兵一起战斗 这种精神让周总理非常感动 上海彻底沦陷之后宋庆龄去了香港 其间他十分关注战场上的局面 同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通过各种渠道筹集物力财力 为抗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解放战争爆发之后 周总理被迫撤到延安 在之后的几年里 周总理很少见到过宋庆龄 不过两个人一直保持着书信联系 新中国成立前夕 周总理致电宋庆龄 希望他能来北京见证新中国的成立 同时对新中国的建设进行指导 宋庆龄因为身体欠家 所以担心自己不能及时抵达北京 对此周总理要求铁路局准备卧铺 并且派遣人员对他进行保护 宋庆龄抵达北京之后 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热情接待 为了让宋庆龄住得舒适安心 周总理亲自为他挑选了一套住宅 还不断地叮嘱工作人员 一定要照顾好宋庆龄 新中国成立之后宋庆龄担任国家副主席 工作也逐渐变得繁忙起来 而他也经常去请教周总理 其实两个人不仅是工作上的战友 同时也是生活中的好朋友 周总理知道宋庆龄身边没有亲人 所以经常与邓颖超去看望他 周总理夫妇的关心让宋庆龄倍感温暖 1972年周总理因过度操劳身患重病 但他仍然坚持工作 哪怕在住院期间也坚持发挥自己的娱乐 宋庆龄最后一次见总理是在1975年 此时总理的身体非常瘦弱 面容看起来很是憔悴 但他还是坚持完成了会议报告 周总理生命垂为什么东西都吃不下 只能勉强吃一点鸽子蛋 但是整个北京都找不到 宋庆龄知道后多次派人 将自己攒的鸽子蛋送去给周总理吃 然而几天之后周总理就离开了人世 消息传来之后宋庆龄十分悲痛 他虽然身体也十分不好 但却坚持参加周总理的悼念会 在追悼仪式上 宋庆龄因为其他恶意的言语愤然离去 随后离开了北京 他生气的不是别人恶意诽谤自己 而是不喜欢别人如此说周总理 他将自己的一生都无私奉献给了党和人民 理应受到尊重与爱戴 周总理事实一周年的时候 宋庆龄还写下了一篇怀念总理的文章 字里行间透露着对战友的怀念与歌颂 1981年5月宋庆龄病情突然恶化 临终前他说出了自己多年来的夙愿 那就是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央召开紧接会议 一致通过并接收宋庆龄为党员 不久之后宋庆龄先生离开了人世 此时距离周总理居士过去了5年 令人感动的是 在宋庆龄的遗物中 收藏了周总理写给他的信件以及演讲稿 不管是周总理还是宋庆龄 都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们为了党和国家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同时两个人的革命情谊也值得我们歌颂